大鍋中藥材和鮮嫩雞肉塊 滿滿好料的和手烏雞湯 補氣養生 疫情下不少老店被迫歇業 但還是有餐廳 逆市展店 連續四年獲得米其林 必比登推薦的雙月食品社 現在在凱北開了第五間分店 還要朝著IPO的目標賣進 雙月四家門市靠健康養生形象 和外帶占比高 去年業績不減反增 營收加總接近兩億元 未來更規劃走出雙北 往台中新竹拓點 每年至少開兩家 目標IPO野心十足 不過憑掛牌的餐廳不止它 主打頂級和牛吃到飽火鍋 卻定位在中價位 連鎖餐飲集團竹間 目前也計畫辦理現金增資 為登陸新櫃做準備 另外二零一六年才成立的 連鎖火鍋店肉多多 短短兩年一收就突破十億大關 去年八月至今更快速開出 三十家新門店 同樣有上市掛牌夢 我們希望在五年能夠上市 那會以這樣子積極去展店 或以這個上市為目標呢 當然是為了日後更大的餐飲市場 以及為了進軍國際為目標 集團旗下 包含我們的財務 集合各相關單位 目前都還在研討中 那預計就是接下來會朝 新櫃的這個方向去做前進 餐飲業先起掛牌熱潮 不約而同 把目標望向資本市場 衝刺營運更上層樓 三零星宇宋宇寬 李萌珊 台北報導